呼伦贝尔很大,纵面积26.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省与江苏省两省面积之河。这里最能让你记住的,恐怕是草原,是我国最大最美的草原之一。 另外,呼伦贝尔还有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面积广大的湿地,北方第一大湖,呼伦湖,每年夏季都是它最美的时候,会让你流连忘返。 呼伦贝尔大草原,一直都是很多人魂千梦绕之地,这里的美景征服了无数从远方而来的旅行者,特别是在这个到处充斥着现代人民的社会,人们越发地脱离大自然,也就越发地渴望融入大自然的怀抱,呼伦贝尔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末日格勒河。末日格勒河被作家老舍先生称为天下第一驱水,河水完颜曲折的河水,就仿佛是草原上一条盘旋的玉蛟龙,每天在草原上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妩媚身姿。 河水和草原结合,相得一张,没得不要不要的。金帐寒蒙古部落。 是以游牧部落为景观的旅游景点,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天下第一驱水的莫尔格勒河畔。 这里是中外知名的天然牧场,历史上许多北方游牧民族都曾在这里游牧,繁衍生息。 这里也是很多影视作品的外景拍摄地,爸爸去哪了,有一期就是在这里。 呼伦湖 呼伦湖是我国第五大淡水湖,又名达赖湖。达赖,是蒙古语,意为海。 达赖湖就是海一样的湖,湖水面积广阔,被称为草原之海,碧波万寝如一颗金银的明珠,镶嵌在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上。 黑山头 黑山头口岸中俄贸易口岸,是国家一味口岸。在黑山头上可以体验入住蒙古包,游玩多种蒙族游乐活动,如骑马、射箭、拜访幕户等等。黑山头的日落景色也是一大亮点。 鹅尔古纳湿地,根河湿地,鹅尔古纳湿地也称根河湿地,它是中国目前保持原状态最完好,面积较大的湿地,也被誉为亚洲第一湿地,清澈的根河静静流淌,驱水环抱草垫,岸边矮树灌木丛生,绿意荡然。 而秋季草木泛黄,远远望去是一片金色的大地,又是另一番壮美的景象。 视为临江 视为河临江,都是位于鹅尔古纳河右岸的小村镇,两地距离不远,都是俄罗斯民族小村,随处可见具有百年历史传承的俄罗斯传统民居雕花木克棱房,体验浓厚的俄罗斯风情,感受淳朴的中俄民俗,让您仿佛置身于梦中的俄罗斯。 古朴美丽,安静祥河,在这里能避开庸俗尘尸的干扰,独享宁静祥河的自然之光。 中俄边境草原 中俄边境草原指的是从满洲里一路向北到视为400公里左右的距离之间的草地,这些草地在介合俄尔古纳河的滋润下生机勃勃,景色大美。 宛州里黑山头的X904县道,黑山头市围的边卡公路,被称为最美草原公路。 白化林 公路从白化林中穿过,脚下踩着落叶,树皮,松软惬意。 举目望去,看不见尽头的白化树,一颗颗秀美挺拔,立尖而立,铸成浓密的白色屏障,有的树木彼此靠得很近,枝也交错,就像手矮着手的朋友和恋人。 呼和诺尔 景区内绿草如荫,大小湖泊青罗其部,水草灯美,景色秀丽。 哈乌尔河景区 沿着白化和松树林登上了山顶,俯瞰湾延曲折的哈乌尔河,美妙烂漫。 是鹿部落 呼伦贝尔有几处观赏驯鹿的地方,也是厄人和民族生息繁衍之地,如奥鲁古雅、德尔布尔等地方。 在这里可以与驯鹿亲密接触,感受古朴的实陆文化。 阿尔山森林公园 阿尔山森林公园严格说不是呼伦贝尔的景点,但是由于距离较近,习惯上归属于呼伦贝尔游玩的南线,很多游客会选择呼伦贝尔大草原加上阿尔山一起游玩。 这里是大兴安岭森林景色的精华之所在,优美的风光征服的无数游客的眼睛。 游玩路线推荐 呼伦贝尔四天三晚,精华眉省自由行。 海拉尔见海拉尔出 第一天,海拉尔金帐寒末日格勒河,穿越大草原俄尔古纳湿地,白化林恩河柱,约240千米。 第二天,恩河哈乌尔景区,市围临江蒙古大营水墨边卡草原太极图黑山头柱,约270千米。 第三天,黑山头访墨户负186彩带河负33师地边境草原蒙马向公园国门,套拉广场满洲里柱,约280千米。 第四天,满洲里湖伦湖巴尔湖草原湖和诺尔海拉尔结束。 约220千米,海拉尔见海拉尔出 第一天,海拉尔金掌寒,末日格勒河,俄尔古纳沃鲁古雅列明湘根河柱,约260千米。 第二天,根河德尔布尔墨尔道嘎,墨尔道嘎,森林公园,太平川老鹰嘴临江柱,约220千米。 第三天,临江市围蒙古大营哈乌尔景区温和白化林,亚洲第一师地洪吉拉布,看草原日落黑山头柱,约260千米。 可替代路线,临江市围蒙古大营水墨边卡公路太极图哈萨尔古城,看草原日落黑山头,约220千米。 第四天,黑山头访墨户-186彩带和-33师地湖伦湖国门套拉广场满洲里住,约280千米。 第五天,满洲里蒙马像公园满洲里博物馆,巴尔湖蒙古布洛乎和诺尔凡法西斯纪念园海拉尔结束约220千米。 海拉尔进海拉尔出。 第一天,海拉尔巴燕呼售红花耳机玫瑰峰,阿尔山,森林公园,约310千米住。 第二天,阿尔山天池大峡谷三潭峡杜鹃湖陀峰峰岭石塘林,等公园内游晚,住。 第三天,阿尔山森林公园,伊尔施诺门喊甘珠尔庙,满洲里国门套拉广场,约420千米住。 第四天,满洲里胡伦湖蒙马像公园33师地186,彩带和仿木户黑山头约250千米,住。 第五天,黑山头红吉拉布亚洲第一师地,白化林恩和哈乌尔景区,视为临江,约260千米住。 替代路线,黑山头哈萨尔古城太极图边洽公路水墨蒙古大营视为临江住,约200千米。 第六天,视为俄尔古纳建和临江老鹰嘴太平川,穿越原始森林墨尔道嘎森林公园,德尔布尔敖,卢古雅根河约240千米住。 第七天,根河穿越湿地草原额尔古纳金杖汗草原末日格勒和返法西斯纪念馆海拉尔,约260千米,墨河建海拉尔出,反向一刻。 第一天,墨河出发九区十八湾,白化林,赴六十三大桥,龙江第一湾无苏里浅滩,北红村,住,约170千米。 第二天,北红村穿越原始森林女角湾厄温客迅路部落北极村,最北游局北锤哨所最北一家北极沙州北极点金基之冠,观音山墨河县城住约230千米。 第三天,墨河县城松苑公园,北极兴广场,五六火载纪念馆,黑蒙边界宁翠山满规沃佛山金河根河住,约330千米。 第四天,根河敖鲁古雅德尔布尔墨尔道嘎,太平川老鹰嘴临江,住,约220千米。 第五天,临江市维蒙古大营哈乌尔景区温和白化林俄尔古纳亚州第一师帝宏吉拉布,看草原日落黑山头,住,约220千米。 代替路线,临江市维蒙古大营水墨边下公路太极图哈萨尔古城,看草原日落黑山头,住宿,黑山头,约200千米。 第六天,黑山头访墨户-186彩带和-33师地湖伦湖国门套拉广场满洲里住,约280千米。